In the figure BC parallel F2, AB meets EF at D, such that A dot to dot boy is equal to 2 to 3 給了你這條是2比3,它做2X和3X,或者2K 3K 基於它是similar triangle,因為這條是parallel line,所以可以用AAA 兩個corresponding,再加一個common,我就可以證明這兩個triangle是similar的 即是說A dot比ABoy,即是2比5,也就是對應ED比C boy 即是代表這裡我可以let它做2Y和5Y CBFE是一個parallelogram,即是代表這兩條都是parallel 這些也是parallel,這條邊和這條邊是等於的 其實我也可以說,這裡是3Y的 因為這條和這條是一樣長的 如果這裏是5Y,這裏是2Y,這裏是3Y 這兩條是一樣長,這兩條都是parallel 我都可以記住它 然後parallel A就是問你 Find the ratio of the triangle A dot e 和 c e dot boy 這就是上一個section 我相信難理不到,你可以自己試一試寫 這裏是4,這裏是25 如果我上面比下面,就減走4 所以就是4比21 我就計算完parallel A parallel B就叫你找一個ratio 就是這兩個部分 有兩個做法 第一個做法就是,你let這裡的高度是h 直接計算 因為這裏是上底加下底,有y的variable 成高除以高,如果let它做h 就有兩個variable 即是有y又有h 這個三角形面積 怎樣計算呢?就是底乘高除以 就是3y乘h除以 都是有兩個variable,就是y和h 剛好是可以弱走它 所以第一個方法就是直接計算 弱走這些variable 大家都有隨意可以全部弱走它 y也可以弱走它 就會計算到答案是3 over 7 這個是第一個方法 第二個方法就是選擇用這兩塊的area 由於這兩個三角形是similar的關係 我就找一下這兩個三角形的ratio是多少 透過ratio去計算這兩塊ratio 因為parta我已經計算了4比21 如果我又知道這兩個ratio是多少 我又知道這兩個ratio是多少 我就可以知道這三個ratio是多少 第二個方法就是透過用ratio 和這兩個similar triangle的方法去計算 我們計算到這兩塊的area 就是4比9 很幸運 由於parta我們計算到 這裡是4比21 然後partb 我們剛好又計算到這個是4比9 你發現大家都是4 即是可以通過ratio 不用再計算什麼 如果我們直接比的話 就可以直接比這兩個數字 不用再計算 所以required ratio就會是9比21 你計算出來的答案都會一樣是3比7 這個就是partb的部分 接著就去到partc的部分 partc的部分 就是如果成塊的area是60 那就想問你這一部分是多少 很簡單 因為成塊的area是60 然後斬開了21塊 這裡斬開了9塊 即是說total60 斬開了30分 這個位置就拿了21分 即是拿了多少 切開30分 拿21分 即是拿了多少 有些像計算percentage 如果我想計算parts 那怎樣計算呢 就會是whole 即是total 成為percentageofparts 今次不是一個percentage 而是分數 但是做法是一樣的 是whole 即total是60 乘分數 不是用percentage表示 而是分數表示 在30分裡拿21分 按counter 就會出到答案是42cm Square 完成了这一条